高端疫苗的部分 陳時中說做蛋糕都會失敗 更何況疫苗這種高科技的東西 另外他還說高端沒有做第三期 所以申不出保護力的資料 專家認為就是EUA審查前才做 這樣子是把國人當做白老鼠 市長怎麼看 做蛋糕你知道齁 了不起就拉個肚子就 如果做壞掉吃一吃拉肚子就算了 疫苗這個事情如果打下去 有副作用或什麼打在人體裡面 更何況還牽涉到有效沒效 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還有一點我剛才講過 終究台灣還是要跟世界接軌 所以我認為將來出國 一定會用疫苗護照 這大家都曉得 那 就是這樣 我常說如果我們 不是醫學界的人士 不懂就算了 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就看得懂的人 就更加憤怒你知道嗎 當然我知道今天下午 陳時中有講那個說 有記者問他 他就說你不打他別人要打 我跟你講 執政不可以這麼傲慢 因為那個EUA這件事情 他緊急使用授權 一個就是說疫情很嚴重沒有疫苗 人家就在問 疫情很嚴重沒有疫苗 是誰讓大家沒有疫苗可以打的 為什麼台灣會沒有疫苗可以打 為什麼台灣人民一定要逼大家 去用那個高端 但是這樣 老百姓也不是傻瓜 大家也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實在是無法理解 有必要 有必要這樣硬幹到底 所以 所以 那很嚴厲的批評的話 我實在是不想講 但是 但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會 我認為這件事情以後會記在民進黨政府的 這些一筆很嚴重的帳 會記在老百姓的心中 就是說 你到底是有沒有把人民的生命 放在 放在你的考慮裡面 這個這樣 我也 反正是這樣 我 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在疫苗所作所為 沒有辦法說服柯文哲 沒有辦法說服我 就這樣